在教育方面,特区政府在刚刚回归的时候,是在我们做错了一件事的 我们把中国历史从必修科变成选修科,而取代了,成立了一个叫通史教育 但是我们成立了通史教育,没有把这个教育的内容规范下来 也就是,要是一个中国人,他长出来就是中国人 这个不可能,不会改变,无论你在世界什么地方出生,你都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中国人呢,要是他对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认识的话 就要求他爱国,要对国家有认识才能爱国 你对国家都没有认识,也更加不认识历史的话呢 就国民教育呢,就更难上,难上更难 所以,我是认为呢,我们应该要搞好教育呢 我们要把中国历史重新变成必修科 进教室要考核 这样,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国家有一定的认识 实在,在一些西方国家,我在美国读过书 美国的学校,美国历史,或者美国的经济体系 都是必修科的 所以,每一个地方,我相信的所有公民 都需要对他国家的历史,或者他政治的体系 有一定的认识,透过教育 更多精彩,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